停车 是 我的望远镜 是 商校先生 是这座桥 就是它 是这座桥 商校先生 这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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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风菲尔森 第238山地团团长 本团负责保卫这座桥 霍曼博士 国家保安总局的 东南最高指挥部派我来这儿 执行特殊任务 你知道我的职权吗 我接到了最高指挥官的命令 这是陆军元帅亲自下的命令 我要在这里等部队到达 这我知道 您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 冯菲尔森先生 前线这一带情况怎么样 您知道游击队有什么活动吗 您将会得到情报 您可以看出保卫这座桥对我们说来具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意义 这座桥的军事意义 我是知道的 当然 可是您对政治不感兴趣吗 我是个军人 我佛曼博士 这个哨兵为什么不带钢盔 我们现在需要严格的纪律 上校先生 您应该知道 在这座山里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送命的 请允许我问您 战争开始的时候您是什么军衔 上校 石头 是 给您上校先生 周围都布上地雷了吗 当然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党卫军少尉 战争是发挥一个人才能的好机会 是啊 如果他能活得长的话 您不是还活着吗 我曾付过四次上 三次上校先生 是三次 第四次您不过被炸弹震了一下 上校先生 我收拾了一下 警报解除了 每个掩体里都有电话和警报装置 请 请吧 上校先生 Schmidt 开车来 是 上校先生 车 我们要经常保持联系 没有我的同意 您不要做出任何决定 先生 上校 上校先生 如果你认为我没有能力指挥 如果你认为我不能做决定 那 上校先生 不能用在警官学校里学的那套办法 来保卫这座桥 这座桥不会受到正规部队的攻击 可是会受到游击队的袭击 这件事交给我吧 这是我的专场 海尔西特勒 这座桥山 好 我等你很久了 我正在休假 桑肖同志 你不能休假了 老虎 你看 这座桥是612据点 在200公里范围内的 唯一的交通要道 如果德国军队从希腊撤退 过来这座桥 那他们将占绝对优势 我们部队的处境将变得非常不利 当然 那只是德国人的计划 我们呢 我们的计划 就是把桥炸掉 我们的位置在这儿 守卫桥头的德国军队在我们前面 桥在他们后面 炸掉它 他们的退路就被截断了 援军不能及时到达 我们发动进攻 我怀疑德国人是不是会听我们的 是啊 少乔同志 他们警戒得非常严密 那你也认为我们一定能炸掉它 我相信你 你对小分队比对空军中队更有信心 我们也想过 看看这座桥的位置 飞机对它毫无办法 敌人的设防情况 一个团的兵力 桥的周围都布上了地雷 并且用信号装置来控制 那该怎么炸呢 用什么办法炸 只要你去想办法完成任务 只有七整天的时间 你说什么七天 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第七天到达桥头 星期五早上八点钟 必须准在那个时间把桥炸掉 不能早也不能晚 这样的条件办不到 第七天早晨八点钟 我们将发动进攻 如果桥炸不掉 我们就会全部牺牲 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剩下 你知道那是多少人 五千人 五千个战士 老虎 好吧 炸药呢 到哪去找 我需要买买买两卡车 如果你知道桥的要害 那就不要这么多了 你会知道的 你可以找一个专门顾问 找谁 设计这座桥的工程师 到哪找他 在地上后方 买买将带你到他那去 好的 还有谁 你会满意的 你再玩多你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还有呢 我们用约定的无线电密码联系 就这样吧 祝你顺利 少校 不要急 把桥从地图上勾掉 我已经把它勾掉了 好吧 再见 再见 谁给我选住手 你的副官 不 我来选 给我选个能干的人吧 你会看到的 你怎么不站好了 我没有看见你 我没有看见你 李正 你们跟少校去执行任务 从现在起 他就是你们的领导 你们要服从他的一切命令 没说的 当然了 你用什么武器 刀子 你 绳子少校 你呢 枪少校同志 枪呢 我没有 你们两个好说 枪怎么办 把你的枪给他 可以到库里去领 没有时间了 把你的枪给他 你想干什么 脚他的枪 你们还等什么 他不会给的 我没让你们去祈求 回到阎地区 回到阎地区 把枪处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迪西 迪西跟我去吧 他们两个还留在你这 对不起了 小伙子们 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再见 好 祝你顺利 你们要继续观察 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完了 还有六天 史密特 我们的部队就要过桥了 还有六天 你看 这些桥肯像什么 像什么 你说 你笑什么 像屁股 像臀部 博士先生 史密特 你永远是一只猪 没有想象力的 糊涂虫 是 像一根绳子套 你是想象不到的 绳子套 很好的象征 很好的象征 不久我们将把它套在一个人的脖子上 可是是谁呢 可是是谁呢 谁呢 什么的 谁呢 到这儿来 抽一个 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就是这个 错了 两个月前 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了 再来 再抽一个 我又错了 博士先生 这个人是自己人 自己人 我看看 你为什么说他是自己人呢 他是个意大利人 你简直是个笨蛋 你以为凡是意大利人 就是我们的盟友吗 你永远不会懂的 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倒真是个意大利人 他在意大利军队里当过中士 因为打架 军事法庭处分过他 战争一开始 他就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他是个爆破的能手 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都叫他 萨丁岛人 他的真名叫 祝三辈子 祝三辈子 赌瓦都尼 好了 一天早晨 从梦中醒来 侵略着闯进我家乡 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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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有几对 快带我走吧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好运气 搬兵了 好运气再忍多年 来 好极了 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你把我埋在山岗上 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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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再见 吧 吧 你把我埋葬在山岗上面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是啊 少孝 你看 老多年 你看 老虎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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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你还活着 太好了 万比诺 你来看看这是谁 老虎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看他并不可怕 你懂什么是可怕吗 把酒拿来 没有了 一瓶都没了 没有了没有了全让你给喝光了 你在骗我快点拿来 真没办法 他是我的好助手 是一个勇敢的游击队员 老虎 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 快告诉我 人家没有机会插嘴 我们好久不见了 来 给我弄点吃的 我快撑你的厨师了 快快 祝你健康 朋友 喝点吗 我不喝 我的老朋友 你还记得过去吗 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干得多痛快 可是后来我们分开了 从此以后 我再没搞过真正的爆炸 我来找你 就是去搞真正的爆炸 真的 那太好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告诉我炸什么 桥 桥 我是多么喜欢桥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桥 好啊 我就喜欢这不平常的桥 吃饭吧 好 本贝诺能和我们去吗 你决定 本贝诺 你能行的话 我带你去开开盐 谢谢你 我看你没有我也活不了 朋友 你吃吗 有酒吃了 有酒吃了 你知道妈奶在哪儿 本贝诺知道 她给她送情报和吃的 你带我们找她去 好吧 她呢 她干什么 什么都能干 可是她会笑吗 朋友给我刀子 好家伙 要杯苏打果子汁 这是六万五千七百五十整 谢谢 这里还有一点小意思 给你 这苍蝇不少 是啊 到冬天就该死了 你好 队长 她是少校了 时间过得真快 你生的也快 你对我感兴趣 叫我怎么谢你呢 懂了吗 建筑这座桥我参加了 你们没法炸掉它 德国人像狗看骨头一样 有人能帮助我们 谁 设计这座桥的工程师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 怎么 他跟德国人合作吗 他跟自己都不合作 他连茶杯都不会打碎 还能炸毁他的桥 不会的 这是他第一个作品 他把全部心血都用上了 你带我们找他去 他偷听 他是谁 我看他不像特务 我说他在偷听 照你这么说 他是个特务 你们俩认识 走吧 不 司政长以后再算吧 你还想试试吗 我看对你没好处 在哪儿 看着泰宝 你们要干什么 你是这座桥的建筑师吗 是 是我 但文军上向豪佛曼博士要见你 我不认识这位先生 你会认识的 跟我们走吧 能让我再喝杯茶吗 那儿有更好的茶 俄国茶 让我换件衣服 快点 我继续 有啥 好 你是工程师吗 是我 请原谅工程师 我们给你惹麻烦了 我应该荣幸的跟谁走呢 你得立刻跟我们走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你很清楚我们是什么人 对不起 我不认为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 没时间多谈 德国人随时会来的 对不起 我并没有请求你们保护 你想让盖世太保来逮捕你吗 可我为什么愿意你们逮捕我 对不起 你必须跟我们走 请吧 少秀 如果能休息一下我非常感谢 我们得快走 到哪儿去 你会知道的 你们应该告诉我 喝点吗 谢谢 是酒 我不喝 他总是喝酒 多美啊 多美啊 这真相撒顶倒 如果你来访问我 你会看到那有多美 谢谢你对我的邀请 你还能带我到佛罗伦萨去吗 好吧 我带你到佛罗伦萨去 得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才配得上我的这个小伙子呢 对对对 佛罗伦萨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和美丽的桥 对吧 同事 我怎么和你是同事 对 咱们是同事 你建桥 我炸桥 对不对 对对 你一共建筑多少座桥了 三座 三座 我已经炸了五座了 这么说起来 你比我本事大 哪里哪里 要炸掉你建的那座桥是很不容易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建的那座 漂亮的桥 看你要把事情搞糟 少秀 停一下 你真打算炸掉我的桥吗 你得跟我说实话 要炸掉我的桥 我们只能这样做 我们一起建筑 再一起炸掉它 那是我的桥 听见了没有 谁给你的权利 这是战争 工程师 放弃你的战争吧 少校 工程师 你的桥关系到五千人的生命 如果不能炸掉它 五千人都得死 你懂吗 我不懂你们的战略 我不许你炸我的桥 听见了没有 一定要炸 而且还要你帮助 办不到 我向你保证 我要阻止你 你负责照顾它 我来的 再检查一下 你买了 我来的 我ら是 你不许你 这事是神匙的 先名人 你还记得了 一年 我想说烹几 不许他 我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我们要过沼泽地 你能给我们带路吗 你们要到哪去 那是我们的事 你能不能帮着我们 德国人来了 我可以帮着我们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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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师呢 跟着你呢 我怎么命令你的 我想他在前边跟着你呢 我带你来不是让你想的 好了好了别说了 都是为了救我 回去找 你别去 你跟他留下 你们俩在这吧 我们还要再到威尼斯去逛一逛吗 到回来的时候带你去逛逛我的圣母好艰难的一天 我看你去逛一天 去逛一天 我边 呢 站住 停满 停满 撤退 我看你 小小姐 小小姐 本病的,回来! 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你在哪儿本病呢 快来呀 我在这儿 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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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逗你 我来了 奔闭了 找我逗你 不能让火捉了 扔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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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等什么 老朵李 配扔炸药 没有炮不飞吗 不要炮不飞 不要炮不飞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你,都是为了你,我要炸掉你的桥,你听见了没有,我要炸掉你的桥,我要炸掉你和你从中的桥 冷静 冷静点,朋友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我过去在这躲过,什么时候?很久以前 站住 军起手来,放下武器 晚安先生们 你们这趟旅行的不错吧 转过来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党卫军军官COS COS是猫头鹰的意思 Brennic少尾就是狐狸的意思 很有意思的名字,不是吗? 该你们了,先生 说吧 请问这位先生贵姓? Bidlow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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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dlowic先生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要到哪去? 去收玉米 听说今年的玉米长得不错 不错 请问 那谁是你们的收获队队长呢? 他们都是不会说话的人 Bidlowic 他们会说的 最好有一个人代表所有的人说话 把手伸出来 你走出来 你走出来 伙计们 这位先生想和你们谈一谈 请你们把手翻过来 好了 Bidlowic,让我来教你怎么看手相 先生们,我给你们看看手相 Bidlowic,你看这双手 这是杀过人的手 是一个老兵和多年流浪汉的手 还到过西班牙 你到那去干什么? 也是去为老玉米 Bidlowic,你看 这条文能做大事可寿命短 我预言你的桥的寿命一定会比你长的 请你把手放下吧 女人的内心我总是琢磨不透 不 这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你叫 墨尔吉 放心吧少校 我没有人错人 事实上他在这个地区当抵抗运动领导人的时候 就叫墨尔吉 嗯,究竟这个好心肠的人干了些什么呢? 谢谢你,Renic 是这么回事 墨尔吉同志接到了上级命令 让他去干掉他的朋友 因为那个人叛变了 可是他让他跑了 因为他没想到那个人真是我们的间谍 可以结束了吧 还有我呢? 啊 我忘了,Bedloich先生 请原谅 Bedloich 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折磨他 先生,我不喜欢我的人坐在那儿闲壮 我差点忘了 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炸桥 在每个桥墩子上都放上炸药 嗯,不行了 桥的周围地带都埋上了地雷 少校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愿意为这事再废脑子 什么? 先生们,明天扶小见 从餐厅里给他们拿饭 我付钱 来 我什么也没说 他们都知道了 他们怎么知道的 可能那个党卫军军官会看首相 在沙丁岛有个老人 那个老人会看 找到你 别说了 有人出卖了我们 肯定是 他干的 是他把咱们带进埋伏圈的 他不是弟兄 他是,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想挽救他 你在救你自己 怎么 我并没有错 当我听说他让叛徒跑了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 向指挥部报告了 你不该天智天业 说我给德国人工作 你是,现在还去他们工作呢 算了 如果他是叛徒 他就不会在这儿了 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要跑吗 你可以跑了 跑到德国人那去 你还等什么 赵敦 看看我们的运气 来 找我来拓牌 来 一招 向右转 降风 驾 task 有人需要蒙上眼睛吗 你少来这一套 向前梁目走 等身去 准备身体 好运气 差不多年 少校同志 情报员Cost听出您的指挥 祝贺你们 你们的耐性很好 你耍的什么把戏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吗 真妙啊 我的上帝像做梦一样 收集武器 带上工程师 拿着 快走 快上车 快 放上去 告诉我 我为什么挨了一顿打 我不得不考验考验你 有人怀疑你对指挥部是不是忠诚 你是德国人吗 不是 我母亲是德国人 所以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你提升的很快 我还是愿意做你这样的工作 真见鬼 是谁设的埋伏 你 不 霍夫们 从工程师跟你们走以后 就有人跟踪你们 还好 没发现我 慢呢 猫图鹰是德国人 不 他是我们的人 怎么是你们的人 他是我们的情报员 明白吗 我一点也不明白 你看 跟上去 一起走比较安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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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停一下 为什么 能跟他们到桥上啊 我要向指挥部报告 您需要我们帮忙吗 谢谢 不需要 只是一点小毛病 你们先走吧 请不吝点赞 美极了 还是那样 变样了 不完全一样了 现在漂亮多了 和峡谷混成一体了 你最后是什么时候看到你的桥的 那是在开始通车的时候 从那以后就再没来过吗 这是个传统 建筑师完成他的工作以后 就再不回去欣赏他了 不许动 积极手来 把东西放下 这边 转过来 慢一点 慢一点 慢 你这家伙 我得打你喽 你们来的人还真不少 多来点人不好吗 我有没有 别人 不许动 你们也不用 我的人 尽不许动 尽不许动 你来 你会 不许动 都不许动 我 不许动 不许动 像钟表一样 谢谢你 这是什么 你要向指挥部报告 我要带约定时间报告 什么时间 明天早晨三点 还有时间 请你来一下 好 再给我来一点 吃吧 非常抱歉 我们明天早晨一定要炸这座桥 我知道 请你帮助我们 工程师 没有我帮助 你们也能炸掉它 要是那样 我们就不让你来了 没有我也能成功 我肯定 不能 我们的时间和炸药都有限 必须把炸药放在要害的地方 只有你才知道 告诉我们 应该把炸药放在哪 你们想往哪放 就往哪放 随你们的便 请你们 别让我参加这项工作 等一等 你只告诉我们往哪放 你要害怕就不必去了 你误会了 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到桥上 可是我不参加破坏工作 我 我 我 你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商校先生 不能在三点半以前采取行动 尽量离你所房子远些 要是被发现 整个计划就完了 还有你们 商校先生 我需要他们活着 您要对这件事负责 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人 懂吗 是 商校先生 我要去找什么 再来 王牌呼唤伙伴 王牌呼唤伙伴 在这儿 613 613 我是伙伴 我是伙伴 说吧 表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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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他们去取炸药 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炸巧 二十取货 二十取货 黑红流 黑红流 凝日X时 凝日X时 明日X时 明白了 明白了 完了 好 少校 我们在八点钟 准时发动进攻 那其他小分队干什么呢 现在不再需要他们了 你就这样通知其他的小分队好了 现在全看老虎的了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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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到这儿取炸药 到圣维德修道院 路上需要多长时间 不行需要半个小时 好 一小时内出发 我们要过河吗 不 最好朝近道 怎么回事 带你来被杀死了 跟谁也不要说 懂吗 懂了 包围这所房子 快去 跟我来 快 快走 快点 跳窗户 快 怎么了 跟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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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到这儿来 我们发现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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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该出发了,上哪儿 去接我们的部队 我的岗位在这儿 我必须在这儿等部队过桥 我是奉命守卫在这座桥上的 您的意思是说这座桥还在,是您的功劳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那你在路上好好想想吧 什么 上校先生 你和我的车都由封菲尔森先生召现 是,上校先生 我八点钟等着您和将军 请吧,上校 这儿不会被敌人发现的 他们为什么不会发现我们 敌人有他们的间谍 他说的对 有人出卖了我们 可能是修道院的人 不 叛徒就在这儿 今天晚上丹尼罗被杀害了 这说明这里有人给德国人送情报 是他 今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转 你呢? 你在外边干什么 晚上我们都出去了 这不能说明问题 这姑娘 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人 她怎么和你们一起来的 我们需要她的弟弟 麦丹尼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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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知道他有一个姐姐吗 不知道 我不在那个村子里住 拜他被逮捕以后 我才到那个村子去的 这不对 拜他没有被盖世太保逮捕 这我知道 很清楚 盖世太保杀害了拜他 留下他们的间谍等我们 不,这不是事实 拜他是我弟弟 他是被逮捕了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如果他是德国间谍 为什么也要枪毙他呢 对啊 少校 他不知道猫头鹰是你们的人 他也不知道枪毙是假的 他知道 他知道枪毙是假的 他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的 这不是事实 你还想赖吗 我担心他会干出什么蠢事来 所以我告诉他枪毙是假的 这不是事实 他什么也没告诉我 他没有告诉我 相信我 陛西 你知道该做什么 你说我 我命令你 你还等什么 还想再判错误 还有人能干 别在那浪费时间 把他捆起来 为什么弟兄 我是没有罪的 相信我 请相信我 我没有罪 这个桥怎么办 我们得干点什么呀 没有炸药什么也干不了 我没有罪 也许我能想点办法 好啊 你去试试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谢天谢地 我总算回来了 上校先生 差一点我就被他们给识破了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替死鬼 在我的帮助下 他们在哪 就在这儿 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他们还在等着我的帮助呢 干得不错 谢谢您 我们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件事由我负责扣子 你要知道上级命令我们保卫这座桥 不惜任何代价 可是命令里并没有说代价有多高 巧不是还在吗 Runnic和他的人被枪杀 这代价还不高吗 他们是属于特遣队的 你知道Coz 特遣队是不太受重视的 西蒙莱先生有这样的看法 特殊事件的内情 应该把它保存在坟墓里 是上校先生 我们两天以前完全可以把游击队消灭 不能消灭 如果这个小分队不能按时向他们的上级汇报 他们的上级就会另派人来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去取杂药 现在让他们派人吧 如果他们可能的话可是已经 太迟了 上级先生 怎么处理他们 全都给我抓来 要活的 正在哪里 都没有什么事情 他们自作人 targeted 山洞就在上面,快去 山洞就在上面,快去 山洞 里边 举者出来 欢迎你啊,马上 你现在扮演真角色觉得怎么样 让我来解释一下 你可能误会了 我什么都清楚了 我只告诉过你 什么时候和指挥部联系 没有任何人知道 可德国人得到了情报 走 你既然知道还和伊琳娜作戏 不立刻杀死我 我需要你活着 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下车 毛泽英 如果你不老实 就立刻杀死你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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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站住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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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很多柱子 只有一根是主要的 谢谢你 就是这根 你怎么不回答我 我没听见 为什么集合 为什么集合 停下来 在标下来 在梦子在桥拢连铁的那根柱子上 靠左边有两个洞 把炸药放进去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谢谢你朋友 开始 少许 我还能做点什么 你引逼起来警戒吧 我还能做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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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